好 进入今天的财经观察 混搭这个词经常用来是指服装搭配 而现如今在艺术领域也开始流行起了混搭 您想想 如果把京剧 评书 相声 话剧 甚至舞蹈 一股脑的全部打包给您的话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视听效果呢 最近就有人把相声跟京剧评书玩了一把混搭 咱们一块去看看吧 小学纳 海山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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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贺岁舞台剧《乌盆记》 一改以前传统京剧的表现手法 大胆加入了相声评书这样的民间艺术形式 在现场您不仅能听到马志明带来的传统相声段子 还能一睹评书大师单田芳的风采 先有相声热场 再有评书讲解 随后的京剧又与相声评书交相呼应 整场演出可谓是一气呵成 鱼派传人黄沛鱼的女老生 评书大师单田芳的老段 还有马派相声的绝版珍藏 全新包装下的乌盆记 不仅让台下的老戏迷们过足了戏饮 还让很多年轻人真正坐下来听了一回京剧 前面这个少马爷和这个单老师的这种讲解吧 主要是有这种后面的这个乌盆记的这个为主线的 所以说这种艺术形式的这种贯穿 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稍微年轻一点这种 这一类人群吧 接受的可能要快一点 从这个相声 然后再慢慢的像这个评书 然后再往京剧这样 就是像咱们今天这种安排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可以是能够达到一定效果的 在形式上 乌盆记包含了相声 京剧 评书 三种不同艺术门类 在内容上 马志明不仅反串了一把京剧丑角 还在京剧表演过程中 加入了很多相声现挂 这让原本大段的京剧唱段 也变得轻松起来 你这大袜子 白袜子 电鞋 这都属于合同工制的 山寨版的牙力 这个角色就可以讲 但是不能太过 维持原系的整体性 然后可以适当地讲 来调侃一下 增加一点这个效果 尽量让它现代点的词 要不然有些个京剧的词 比较古老 比较会解 文学性强一点 但是人家孩子呢 有时候听不懂 三种古老传统的艺术 京剧相声评书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晚会 这样我看还是有好处的 尤其你看我介绍介绍 什么叫五盆一 这个是主要 不是给戏迷介绍的 主要是给一些青年人 通过评书呢 有声有色的一介绍 他明白这句是什么了 我觉得这种创新 还是还挺好 像这样的一种混搭 这样的一种结合 这样一种阵容的搭配 然后加上很多宣传 加上很多推广 对这个京剧评书相声 这几个艺术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宣传 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 值得深思 值得继续复制 通过跨界混搭的方式 喜欢相声的人 可以同时见识京剧 喜欢京剧的人 也可以顺便听听评书 这让三大艺术形式的爱好者 都集中到了一个园子里来 无形中观众群就扩大了很多 而且严格按照传统 收发布置的舞台 也可以让人们领略到 原汁原味的传统艺术之美 我想就是一拉幕 大家就感觉恍如隔世 就是有一种这种体验 是时空的这种回溯 或者叫做我们有一个 回到哪里 回到曾经这三种艺术 非常兴盛的 那么一个舞台感觉中 让大家知道这个艺术 它是有这么一个传承在的 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但一切经典都不能够脱离生活 否则博物馆将成为他们最终的宿命 如何让现代人 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 接受并喜爱传统艺术 是一个长时间困扰业界的问题 以混搭形式出现的污盆剂 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 又一个新方向 但究竟这种方式好不好 最终还是要票房说了算 相对于这种传统的演出 我从他们那儿了解到 是说是非常好的 是最好的一次 我能从他这个表情中感觉到 起码他没赔 而且还肯定赚了 我们尽管不知道具体的票房数字 但从当天现场的上座率来看 几乎是座无虚席 同时主办方向记者透露 绝大部分观众不是赠票 而是自己掏钱马票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